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我是王聖 然後終於來到我們第五集的日本超級之旅 然後是一集我要來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終於坐上計程車要準備出發了 等下我們下去前往國際通往 那我們現在即將過橋 然後前往國際通往一個路上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們一個歌詞達號的超大郵輪 隨便看到這個真是超級大 那各位還可以看到這個 喔,這個日本還有這個空軌 在這個上面跑來跑去 這樣子,那我們已經快要即將到日本的馬路了 然後現在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說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日本的馬路 真的是這個超級乾淨的 然後還有很多這個街道 然後他們的這個房子的一個特色就是比較明亮 然後房子的都比較潔白 這樣跟台灣不一樣 OK,然後我們終於會要抵達到這個國際通 大家可以看到說 現在有很多這個大城市 還有這個高樓大廂慢慢出現 也是來建議大家一定要坐計程車 不然走來的話,確實有點遠 然後我們終於抵達了 然後這個計程車的這個門 還會自己關上 OK,然後我們終於來到這個日本國際通 然後大家可以跟他說我們這個超高角度的這個拍攝 那這邊就是一個起點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從這邊開始的就是一整條這個街 然後可以逛很遠很遠 然後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日本的這個商店的部分 那就是說這兩邊都有很多這個超級這個販售商店 然後還有這個免稅店 然後我們就直接進去來看一下 然後呢,這邊可以這個直接看到這個日本的這個商店 還有他們的一個物品的一個部份 各位可以從這邊看到 雖然有很多這個日本這個動漫的這個很多這個公仔 然後還有很多這個商店的小物品 哦,有沒有看到 這邊全部都是這個日圓 全部都寫這個日圓的這個價格 那再來呢,我們就不斷這個兼去的 然後去看這個好幾家這個日本的那個不同的那個免稅店 然後裡面的這個物品呢,都是這個差不多的 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說這裡面還有這個風獅眼 跟這個金門的這個風獅爺是一樣的 然後呢,這裡面還有很多這個日本道地這個糖果 都比台灣還要便宜哦 哦耶!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超級陽明星,終於要來這邊執行任務啦 現在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這個飲料 一個價格都比台灣這個便宜很多很多 這一瓶大概也才三、四十塊 那再來呢,我們就這個直接來這個 日本第一次首次的這個結帳吧 各位也可以看到說我們這個消費這麼多東西 那總共也才這個680塊這個台幣而已 3000多日幣而已 那這邊呢,就屬於這個日本這個沖繩納霸的一個部分啊 然後呢,我們這個買好這個商品之後呢 我們在這個繼續往前逛 因為這條街然非常的長哦 據說好幾公里這麼長 那大家也看到說我們這個去逛這個 各個這個日本這個商店都非常的有趣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樓上的部分 都有很多這個大的雕像 我們這個今天這個日本一日遊的一個部分啊 首先呢,我們是先從這個國際通哦 然後這個去找這個各個這個地方 大家看到說這個旁邊還有這個街道兩旁 很多這個美食哦 還有一些這個真正在這個日本才有這個超級這個商店哦 很多這個店面都沒有這個看過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們就是不斷這個逛街哦 然後這個精進前行 然後這個不斷行動啊,往前走哦 然後再來呢,我們一直往前走 還看到說這個日本道地這個什麼 這個海葡萄哦,綠色的 那各位也看到說我們來到這個旁邊這個日本招牌哦 有損失說我們在這個國際通裡面有哪些這個地方可以逛街 然後還有這個日本的公車啊 還有房子啊,大樓,馬路啊 哦,然後這一棟應該就是這個日本的這個酒店或飯店等等 然後呢,除了這個前面有這個各式商店以外 我們再往這個更裡面走的話 那大家就可能看到說這個比較多這個保護公司的部分啊 它這個超級這個草莓冰哦 那這個冰呢,我們沒有買的比較貴 那也是告訴各位觀眾朋友們 就是說我們這個預期啊,本來需要去逛兩個地點 結果呢,因為這個國際通才這個太大 就是我們今天的日子逛這個地方 而且呢,我們這個下船時間不多 就是這個加減多少給大家這個看一下 這個大概長什麼樣子啊,那這邊真的是還蠻好逛的 再來呢,我們現在來這個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日本的一個便利商店 這個日本既然還有這個 居然還有這個,這個超級這個小七的這個7-11 然後我們再進去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日本的這個超市哦,這個便利商店 跟這個台灣有什麼差別哦 那大家看到說這個裡面的東西哦,很多 然後還有這個賣什麼什麼烤肉串啊,這些東西哦 然後呢,還有一些這個日本的這個冰箱裡面 所販賣一些飲料哦,然後呢,還有旁邊這個食品啊,泡麵啊 然後呢,還有這個超級冰沙機哦 大家看到這邊有很多這個冰沙,然後這個飲料可以喝 還有這個咖啡什麼的,OK,然後再來大家看到說 我們這個右手邊呢,有一個超級像這個 神社一樣的這個把握公司哦,那它裡面都是這個 可以逛街的,那這個神社裝潢的 保握公司,然後接下來我們要去這個尋找 這個神秘的這個美食料理哦,我們都已經有 事先去這個查好這個地點,然後我們就 即將帶大家來看一下,什麼叫真正這個 日本道地這個沖繩那霸的這個神秘料理吧 這邊才是精髓所在的 對各位觀眾朋友們,如果說我們剛剛這個前面這個路 然後一直往前走的話就到這邊了,然後我們只要這個 轉彎轉線啊,這個地方呢,就像這個 跟台灣的這個秦美夜市一樣,所以說 它上面有這個這個蓮蓬這樣子,它也有這個頂篷這樣子 就是呢,裡面呢,是有開冷氣的哦 請請各位裡面是有開冷氣的,那我們就即將前往到這個 超級神秘店嘛,那麼我也跟大家講說 這個日本這個國際同事人超級大的哦 這個範圍的好幾平方公里哦 然後這個裡面呢,還有很多這個店面可以逛 然後我們這裡來到這家店,超級和牛店 大家可能要說這個裡面都是和牛哦 那這家店呢,所販賣就是這個超級這個十元牛 而且這個生死哦,然後稍微煮過這樣子 然後它是這個,算是和牛的一種 大家可能要說這個超級漂亮,超級好吃哦 那我們再拿出這個超級專業的這個相機來拍攝 那可能要說這個東西哦,這個一看就是這個非常好吃 非常的一個嫩哦,從這邊的外表上看起來就是非常鮮甜 有史正名說這個真正的和牛,那我們就直接吃吧 超級好吃的,放在嘴巴裡直接融化那一種 然後再來我們來到這個第二家 這個往前走的話就看到這個超級玉子燒 那它是一個超厚的這個玉子燒店哦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OMG,我們還可以直接用這個結帳 這個比較方便 那我們各位觀眾朋友也能夠聽到之後呢 它是有這個台灣的一個翻譯哦 那這家也是這個非常好吃的這個神秘的料理 也推薦大家可以來 然後我們再來到這個日本這個魚市場的這個裡面 那這個裡面的都是油冷氣,然後這個非常的涼 然後我們就直接來看看 然後這個裡面就賣很多這個生鮮食品啊 這個蔬菜市場等等哦 然後我們就直接打手機上來這個二樓餐廳這個部分 那現在因為已經這個接近下午哦 所以說我們就這個小吃一下這個日本 這個超級海膽,告訴大家這個海膽超級便宜哦 然後還有這個超級鹹家 那這樣呢,都比台灣還要便宜大概一半哦 那麽呢也是來給大家看一下說 我們來吃的是這家店哦 哦耶,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馬桶 這個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日本這個馬桶 這個超級高級啊,還有這個免治馬桶 來實測給大家看一下 他還會這個唱歌耶 因為我們這個下船呢 我們這個下船的這個時間呢 這個只規定啊 就是說等下去大概五六個小時 就是說我們就要趕緊一個消費 大概就是我們再來這個幾個地方 然後進去逛街 然後去購買這個日本的這個免稅產品 然後現在這個時間六點多 然後我們這個逛完之後呢 我們再走到這個 走回到這個超級這個十字路口 那我們再往這個主線哦 繼續的這個走 那我們應該是沒有時間過往到公司哦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最後一家店哦 就是說我們要把這個日本很多這個小食物啊 把這個零食啊 裡面還有這個很多這個餅乾哦 把這個東西都買一買 那麽呢,這裡就是我們這個最後一個消費地點哦 然後我們這個消費完之後呢 我們就要這個準備即將前往到這個 晚餐餐廳的一個部分哦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要去找這個超級神秘餐廳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晚上一個部分哦 這個日本的這個夜空真的非常的一個漂亮哦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個黃昏的一個部分 OK,然後我們在這個路上又造了一台這個計程車哦 然後準備即將前往到我們這個餐廳房 那我們先把我們這個行李啊 剛剛購買的東西哦 都被這個擺一擺放一放 然後呢,再從這個兩台攝影機的不同的這個角度 這個拍攝 就是證明說我們都真的超級專業的 然後我們終於上來了 OK,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東方正人哦 然後現在呢,我們就要這個即將前往到這個下一個這個地點 然後到我們這個晚餐的部分 直接行動吧 那麽呢,因為對方是講這個日文哦 我們不會日文,所以我們就直接拿這個Google地圖 這個導航哦 直接給他們看哦 OK,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終於抵達到我們這個要來吃的這個超級的這個美食餐廳 然後呢,直接把這個行李拿出來的 然後就是這一家這個海鮮居酒屋哦 然後呢,我們在這個進去的時候呢 就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一個菜色 然後大家看到所有的菜色都非常的便宜哦 那麽多罐哦 那這個才兩百多,這個三百多台幣 因為這家餐廳已經這個做滿人哦 但我們這個晚餐要趕快的吃哦 沒有時間等 所以說我們就到這個下一家 那這個下一家其他這家也是很有名的哦 那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晚上哦 這個晚上這個日本人呢,這個非常安全的,非常乾淨哦 那我們就即將抵達到我們這個下一家這個日本這個壽司這個餐廳哦 日本料理店哦 然後再來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日本料理店呢 我們直接來到這個更為這個高檔的 剛剛上一家沒看,直接來到這一家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這一家店的這個外面這個櫃台的一個部分哦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即將前往到這個三樓哦 因為來到這個日本呢,一定就是要來吃這個剩餘片 來試試看跟台灣的這個日式這個料理還有這個剩餘片有什麽差別哦 然後我們就直接走上去然後快轉一下哦 那麽呢,因為也是這個日式料理店 它這個比較高級比較高檔 所以說它這個一整棟哦 就是我們找到這個三樓是它這個最高樓層的一個部分 然後那邊是二樓,然後我們即將前往三樓 終於抵達了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邊的這個裝潢 非常的像這個日本的這個無限層哦 像這個鬼滅之刃這個無限層 大家可以看一下一下 這有很多這個階梯樓梯哦 然後還有好幾層哦 然後這個日本這個服務人員哦 真的都是還不錯的 好,那麼呢,我們終於到我們這個座位位置上了 然後呢,直接來給大家看一下這邊的一個超級裝潢 真的非常像這個日本的無限層哦 有很多這個階梯哦 那就是我們這個第一次來到這個超級這個日本的本地的超級高級的這個料理店裡面的這個裝潢內飾啊 大家可以看到說這邊的這個格局哦 真的非常不錯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超級燈籠哦 它這個整體的風格也是採用這個木頭哦 然後很多這個木格柵一個部分 然後這個就是整體空間的一個拍攝哦 然後還有這個最棒哦 有這個燈籠以及這個超級階梯的這個橙色一個部分 然後再來呢,我們就先到這個廁所去這個洗手吧 洗乾淨再來這個吃飯哦 哦耶,我們來到日本的廁所 所以然後我們這個洗完手之後呢,我們就要這個準備用餐啊 終於要這個上菜了 哇賽,大家可以看到這邊的一個日本這個料理也真的非常的道地然後非常的好吃哦 然後這跟台灣的這個相差太多 再來這個第二盤也是非常的好吃哦 而且這個價格非常便宜 這一盤四百塊台幣而已 然後呢,等一下還要加上後面一個超級好吃這個烤肉串哦 總共呢,這樣子哦 這個三道菜然後才這個一千塊台幣而已 而且是非常的華 所以如果說在這個台北,台北市一吃就要這個兩千塊哦 那麼我們在15分鐘內就把這個菜色全部這個吃完 因為實在是這個太好吃跟台灣差太多了 那麼我們現在又去叫這個餐廳哦 幫我們這個等一下叫計程車 然後我們就從這個三樓一個部分哦 然後這個吃完之後就即將這個下樓 然後到這個樓下去這個結帳哦 然後我們這個結帳的這個時候呢 然後我們這個服務人員就幫我們去叫這個計程車哦 從這個裡面走出去大家就可以看到說 這裡面的這個外面的一個這個玄關的部分放的 好,就是這一家那大家都可以來吃哦 非常推薦 這個各位觀眾朋友有沒有看到這個服務生哦 這個很好,還幫我們這個打開後車廂 我們放好行李後呢 大家看到這個門會這個自動打開啊 自動彈開來啊 這是日本這個行程車的一個特色 大家也看到這個日本這個沖繩的最著名的這個超級這個神像哦 那因為現在這個時間有點趕了 我們大概在這個半小時內 我們就要這個趕快去搭上郵輪了 不然這個郵輪啊 就這個開手大幹 之後我們就抵達到這個超級巨大的這個郵輪 我們晚上一個部分的這個郵輪呢 非常的這個明顯非常的亮 然後還有這個巨大 我們終於到了 OK,然後呢這個以上就是這個日本一日遊這個部分哦 那這個司機呢 還這個非常的好 還這個便宜我們這個價格 然後我們這個不用早鈴 這樣呢,這個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第一天的這個日本之旅哦 然後我們這個下集待續 拜拜